新政府力推绿能产业 传出规划在高铁台南站旁的产业专区 设置绿能产业研发远区 不过这个政策却涉及了搬迁定监的绿能研究机构 传出准经长李世光 打算将资测会还有工研院两大法人合并 并有意拆解或搬迁工研院机械所及绿能所 进驻台中及台南 引发了两大法人机构 内部是人心惶惶 蔡文新政府就任在即 已先传出准经济部长李世光 拟将资测会及工研院合并 甚至有意拆解或搬迁工研院 而目前位在新竹的工研院 传出评估将机械所搬迁到台中智慧机械园区 另外还有将近千人的绿能所 则是搬到台南沙伦绿能园区 将以法人的力量进驻 协助无大策略性产业发展 而工研院人数有7000人 横跨了六大科技应用领域 长久以来已经是会集成了一股庞大的 能量 新政府相认求改革也让工研院 知识及竞争力中心主任杜子晨批评 把价值不菲红木家具拆了 当散柴燃火是大大不至 不论是搬迁或者是分拆 工研院都可能损失大量人才 元气大伤 是呼吁新政府高层要三思 因为牵得到说政委跟经济部 以及相关单位的一个这个政策规划内容 那这个部分需要内部再来做些这个说明 新政府答案回的保守 其实喊出重要单位机构南签 这不是首次 选后民长县市首长也曾经抛出 立法院签台中总统府签台南的声音 而这回又抛出工研院部分 南签的议题 是政治讨好还是真有其需要 得拿出真章来说服人民 欢迎订阅胡人齐蔡基雷 台北采访报道